A.A.B.B.的乘法和除法 嘿嘿,嗨嗨,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我们来聊的是A.A.B.B.的乘法和除法 那还没有看加法和减法的同学 记得先去看上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来看看 这边分别代表的是星期跟天 题目是两个星期四天乘以五 那同学们来这里要看好了 这里是星期跟天乘以五 而不是24乘以五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开来乘 所以呢,4乘以5等于20 2乘以5等于1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注意这里 这里呢,已经满两个星期了 所以呢,我们就要减十四加二 所以答案呢是 12个星期六天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天跟小时 两天四小时乘以15 那这一题跟上一题的差别呢 是在于上一题是乘个位数 那这一题呢是乘两位数 所以我们就把用 所以呢,我们就分开来乘 也是乘两位数的方法哦 所以4乘以15 我们来看啦 4乘以5等于20 那么2乘以5等于10 那我们每次乘两位数的时候 我们是会补一个0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 补算一个0 然后4乘以1等于4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乘天 那么天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先补算一个0 然后2乘以1等于2 所以加起来呢 得到答案呢是 30天60小时 那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快的方法 4乘以15的答案 跟15乘以4的答案呢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乘两位数 一个是乘各位数 乘各位数会比较简单 所以呢可以先这样子做 15乘以4等于60 你可以立刻得到这样的答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看啊 这里呢 1天24小时 2天48小时 3天72小时 那72已经超过60 不能了 所以呢我们就减48 再加2 所以答案呢是 32天12小时 那接下来还有些例子 例如说 年代跟年 或者是世纪跟年 这里呢我就不展示出来了 它乘的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要分开来乘 那你们注意的部分呢 是这个部分 看一看有没有超过 例如说 天跟小时 有没有超过多少个小时 例如说 年代跟年 有没有超过多少个年代 这个是你们自己需要去注意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AA与BB的出发 那我们的题目呢 是6天9小时 除以3 所以我们就出了 3乘2等于6 6-6等于0 那么3乘3等于9 9-9等于0 所以呢再补上我们的单位 2天3小时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22年8个月 除以16 那我们选最靠近的 16乘1等于16 那22-16 就等于6 那这个6年呢 我们要把它换算过去 把它变成月份 所以呢 一年有12个月 那6年呢 我就拿来乘了 那乘数的答案呢 是72 所以呢 再把这个月份给加起来 所以呢 是80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再拿80 除以16 所以得到的答案呢 会是5 所以我们最终的答案呢 是1年5个月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哦 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22个星期6天 除以5 那5乘4等于20 22-20就等于2 那两个星期我们换算过去天呢 也就是14天 所以我们再加起来 这里一共有20天 再拿20除以5 所以5乘4等于20 所以我们最终的答案呢 是4星期4天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例子 例如说年代跟年 或者是世纪跟年 一样的 我们要分开除 当你捡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答案是0的话 那就没有关系 不需要换过去 但如果这里有余数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这里呢 换算过去 那这里可能是年代换去年 也有可能是世纪换去年 所以你们要弄清楚 他们的关系 换算过去是多少 好不好 那今天的课呢 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